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享乐厨房 又到了每年梅子盛产的季节 今年我们要来做脆梅 到底青梅怎么做脆梅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把青梅洗干净 洗干净晾干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粗盐来把它抓一抓 大家洗干净的青梅一定要做检查一下 一定要把这个地头要把它去掉 像我这个地头去掉了 结果下面还留一段 所以记得这个地头一定要先把它去掉 梅子跟盐 你们可以用10比1的比例 这个时候我们要搓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每一颗的梅子 我们只要把它敲开了就可以了 只要有裂开就好 不要腿碎 所以只要头有裂开就可以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一样可以喝的冷开水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先煮糖水 等到流动水这个8个小时梅子清洗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水来浸泡第一次的糖水 让大家记得我们总共有三次的糖水 每一次的糖水我们都把它浸泡一天 好那今天我们可以把梅子装平了 我们直接把它浸泡着 好这个盖子要把它盖紧 装成这样子一瓶一瓶的 好接下来就可以放冰箱保存 好那鼓励大家在梅子盛产的季节 可以自己动手做一次有机脆梅 也要